我在学佛早年 那个时候已经出了讲经了 讲了一句 那也是一部大集 当时一个乌于庆老巨师 浙江温州人 在台湾也是个小企业 他是制造教导师 有个这样的工厂生产教导师 老巨师每一次听经他都来 最早录音是他做的 他每一次来都带个录音机 录音不是录音 那个从前最老的箱子好大 好笨重用了盘带 叫钱赚那种带子 最早的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设备 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故事 圆明小宝 他有个朋友 在上海 他们都做生意 老板是德国人 因为他做事情很负责 也很认真 老板很信任他 把这个公司交给他贷款 他回国 回国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 所以这个产业就变成他的了 他很会经营 以后又买了几艘船 这公司就越来越大 以后结婚也生了个儿子 儿子也很可爱 可是儿子不孝顺父母 很浪费 不知道爱惜物品 用钱更是浪费 有一天 好像是他过生日 请客大家吃饭的时候 来后习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他的儿子的面孔 是他请到老板的面孔 他马上就想起来了 是老板的头代 所以他也很聪明 当众就宣布 这个所有产业是他儿子的 就转到他儿子名下 这年都转得快呀 那知道这是他的产业 你全部还给他 啊 晓得什么 他是来讨债的 啊 所以他的态度不孝顺 不孝顺父 啊 对于这用钱方面是 很大方他不领袭 啊 很浪费就是了 啊 这一下就觉悟了 他这是真的死心 他亲自 这是他的好朋友 啊 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真有讨债来的啊 真有讨债来的啊 啊 那你就晓得 你要杀人 杀人要偿命啊 他来说命啊 要来报仇啊 欠债 他要来讨债 你都要换钱 这个事情 决定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 遇到这个事情 决定不能杀死 不但不能杀人 连动物都不能杀 啊 不一之财 决定不能去 有这样便宜的念头 都是道心 都不可以 啊 我们能忍一世 厚佛无穷啊 我在前面跟大家报告 我以前老校长周帮头 啊 啊 晚年的时候 做官 啊 考选部的常务辞职 公家给他们家里撞电话 啊 他儿子 儿子跟我们同学 告诉我们 啊 老先生 除非是公司 才用这个电话 私事 不用公家的电话 他们巷口 有公用电话 啊 啊 告诉他儿子 你们朋友打电话家里来可以 你们不可以他出去 你们要打出去的话 这是我 公家付钱 这个电话费是国家付的 啊不许过 公家配的有汽车 叫车给他 他上班公司 他上班公司用这个圈 四四的时候他做巴士 他儿子跟我说 他爸爸老万顾啊 就万顾到这个样子 这是国家给你 你当然可以用啊 哪个人不用啊 啊 不用不不用 可是老先生就是这么固执 分得清清楚楚的 啊 国家一滴汽油都不可以浪费 啊 电话费 四人 决定不能用公家的 大概到全世界找公务员 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 啊 他儿女给我们说 我就告诉他了 爸爸是修佛的 懂得英国报应 他这样做 厚佛无穷啊 来生的国报殊胜了 啊 这是你们不知道 你们这刚在眼前 你们一看到后来 老先生 死了之后 如果不是念佛往生 决定神天道啊 啊 啊 夜神 齐心动念 言语造出 决定不违背论理道德 值得赞叹 值得欢喜 啊 你们做儿女的时候也都展望 啊 是祖宗有德 啊 他做的没错 啊 啊 谁想这些事情 佛在此地提醒我们 啊 谁不灵时啊 因果不虚 善有善果 我有我报啊 不是不报 时辰为道啊 所以佛提醒我们 应急下谱 啊 啊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啊 菩萨警觉性高 啊 啊 绝不造我意 啊 啊 绝对不由我念 啊 啊 别人 回报我 无辱我 欺负我 陷害我 啊 都不能有我意 对他 啊 啊 总要想着 这些全是误会 他对我们不了解 那是误会 啊 绝对不可以 有怨恨些 啊 啊 那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了 啊 到他哪一天明白了 真正认识我们了 自然就没有了 啊 啊 就鼓声一心一心 教导我们 常常反省自己 啊 决定有因 有缘 绝对没有一种事情是突发的 没有因缘突发的 没有 那我们自己不懂事的时候 过去或者是今生 有意无意 有得罪他的时候 有说错话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种下的瘾了 今天别人这样对待我的 这是抱啊 因是自己种的 抱应该自己承受 不怨天不由人 啊 啊 这才是真正 种大佛宝 啊 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 佛在经上教过 我 先人无知 不舍道德 啊 无有余者 输无怪 做什么样的措施 都要想到这句经文 啊 不要去再怪他 他没有受过能力道的教育 没有受过佛法的教育 那么换句话说 做错事情是可以原谅的 啊 他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今天认为报复是正常的 我们要理解 啊 就不会啊 折怪他了 啊 也不会怨恨他了 啊 自己要做得更好 啊 避免一切过失 就得了